创立于德国 却专精于意大利 英国车款的改装的Norvitek 过去作品普遍都是以超跑 或者顶级房车为主 不过随着马上拉迪发表旗下第一款SUV Levant 这家1989年成立的改装厂 也开始尝试跨足不同的领域 并于日前公布最新成果 比起Mathory所营造的激进风格 专门负责马上拉迪车款改装的Norvitek 对于Levant并没有可以追求夸张的宽体车身 以及空气动力设计 仅于用碳纤维材质制作的前下扰流 侧裙后下分流器 再加上后挡玻璃 上下方各一只的双层尾翼来稍加点缀 同时搭配具备银色 消光黑及钛合金三色可选 不仅如此 基于视觉效果Norvitek还重新调整气压式悬挂系统 使最低状态时的离地高度 再减少25毫米 搭配通过风动测试的空气动力套件 Norvitek表示 将可减少前轴及后轴 因气流穿过而抬升的显像 有助于加强高速行驶的操控稳定性 除此之外 Norvitek也准备了能够改写ECU的 Antronic动力升级套件 其中目前等级最高的Levant S 经升级强化后 可增加64匹80牛米的输出 使该对3.0升V6双轮增压引擎 达到494匹 656牛米的水准 百公里加速同步缩短至4.8秒 急速达到272码 至于另一款搭载3.0升 V6共轨直盆涡轮柴油引擎的Levant 经过重新调整后 最大输出同样增加至322匹 680牛米 百公里加速则进一步缩短至6.2秒 同时针对柴油车型 所配置的主动式声浪系统 Norvitek也重新做了些调整 使得在运动模式下的排气声浪 更能够让人感到兴奋 最后 对于未能提供参考的内饰区域 Norvitek表示 将可依照车主的喜好提供不同配色 用料及设计 供选择和搭配 并且将以手工制作的方式 来完成这独一无二的定制化内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